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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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乡是哪儿的? 是因为他是无数理的 大概多长时间要到中国这边来 一周一周 不一定 也许一星期来两趟 也许一层来三趟 看货多少人 这里是隋分河 隋属于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县级小城 常住人口只有六万多人 隋分河毕临俄罗斯 早在上世纪就成为了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城市 在这里 处处可见俄市的建筑 俄货超市 俄文的招牌 当然也少不了俄罗斯的面孔 他们大多来自隋分河相邻的两座俄罗斯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斯克 5月15日 俄罗斯卫星社报道 据俄罗斯外交部驻弗拉迪沃斯托克代表处通报 自6月初起 中国海关总署将增加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为内贸货物跨境运输中转口岸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同日报道称 这意味着中国东北内陆地区将打开出海通道 媒体报道也使相对沉寂的中国东北 同俄罗斯远东的经济联系 再一次进入大众事业 5月20日 我们来到了与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直线距离仅150公里的隋分河 希望通过这个边境小城 一窥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互动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 现在这口岸完全是新变化了 这完全是新的口岸 原先的口岸是在下面的 跟这完全不同 这个已经扩建得非常大了 非常体面 而且非常雄伟 这个就是出关的车是吧 对 这个是俄方出关的车 对 这是运货 对 后面这个岛是专门拉货的那种 像香巴瓦之类的 就在这个挖走了 我看那个司机是一个俄罗斯 对 俄罗斯 有俄罗斯司机 还有中方司机 两方司机都相互的来回 就是尽管出关 在中国陆域的 300多个对外开放口岸中 只有两个是同时拥有 公路和铁路的一类口岸 隋分河就是其中之一 这样一个县级小城 占黑龙江全省口岸 80%的过货量 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前 这里的俄罗斯人数最高峰时 与当地户籍人口各占一半 也是从那时起 隋分河开始诞生很多中俄家庭 张燕庆和卡丘莎就是其中之一 张燕庆36岁 是隋分河当地居民 从事俄罗斯产品的进口和销售 卡丘莎35岁 来到隋分河已经16年了 他在这里认识了张燕庆 两人于2009年结为夫妻 卡丘莎生于俄罗斯 乌苏里斯克农村 他的家和中国只有一和之隔 所以他从小就有 河对面是中国的概念 知道中国人和自己长得不一样 我小的时候 我们和中国人的来往 并不像现在这样频繁 但我能看到中国人在河对岸生活的样子 能看到中国人做饭洗衣服 他们过节会放鞭炮 每次听到鞭炮响 我就知道他们不是过节 就是有人结婚了 他们结婚还会把很多糖放在塑料袋里 扔给对岸的我们 90年代我们的生活很艰难 和对面的中国人会给我们装一些 方便面饼干之类的食品扔给我们 有的时候力量小了 没有扔到对岸 我们俄罗斯这边就会有小孩子 跳到水里把一袋东西捞起来 有了中国食品 我们也不会独享 村里的小孩子都会分道一些 所以我们从小就都吃过 中国的方便面 饼干 还有馒头和咸菜 2007年 只有19岁的卡丘莎 追随自己的姐姐来到了隋芬河 接待从俄罗斯来中国的旅游团 那时的张燕庆 也会经常到隋芬河口岸 接收来自俄罗斯的货物 一个接人 一个接货 常来常往 从陌生到熟悉 夫妻两个在他们相识的地方 和我们回忆起当初相恋的场景 后期妈妈我就感觉 老这么见面闹也不是办法 能不能把第二号的叫下来 有天我说 我说兄弟 我怎么电话用起来 我电话没电了 后来把电话给我了 给我以后 我就把电话号码收入 我电话号码给我打过来了 电话号码到手 没错就发了短信 问你干嘛呢 就是19生前后妈妈就到手了 电话是骗到的 我俩是09年4月份决定活 你有一个比较郑重的 正式的表白吗 或者是求婚有吗 我求婚这个阶段 其实没有什么太 太去表示 太介意 他确实不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 我觉得太懂浪漫的人 可能也靠不住 他对我的关注很细致 很体贴 内心是好的 浪漫也就不重要了 我也浪漫 他就是有说 花仕也买 结果你也送花 也吃好吃的 这不是多浪漫吗 当时的随分盒正处在辉矿期 张燕庆从事俄罗斯商品的销售 生意火爆 他回忆 那时的随分盒口岸 俄罗斯的木材 海鲜 啤酒 小食品 每天成批运往中国 中国的生活日用品和服装销往俄罗斯 在随分盒的对俄贸易市场里 一个摊位每年可以交价20万元 那是随分盒最好的时候 他和卡丘莎生活得非常幸福 刚到中国来的时候 20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想到过 自己有可能找一个中国账户 我刚开始来到随分盒的时候 就是单纯的好奇 从没想过会在这里组建家庭 当他提出要带我见他的父母 我才感觉到我们真的要结婚了 我要生活在中国了 小时候我奶奶说 我比较向往中国的生活 以后能找到中国老公 看来奶奶说对了 在随分盒 像卡丘莎这样的俄罗斯人 还有很多 他们看中这里的机会 来这里寻求一份好的前途 在这个过程中 与中国的男女青年相识相恋 组建家庭 据非官方估计 随分盒的中俄家庭 不少于一百户 按照中国的习惯 在结婚之前 张燕庆带卡丘莎见过了自己的父母和亲戚 得到了家族的祝福 但张燕庆见到自己的俄罗斯岳父岳母 已经是结婚以后的事情了 俄罗斯的思维和这里不太一样 我可以独立的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只要我自己认准 他是我的丈夫 结婚以后再和父母见面也是可以的 2009年 两人结婚以后 卡丘莎需要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家庭中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 自由穿梭于中俄两国 时间长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也会时常感到孤独 在我的家乡乌苏里 我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聊天 一起玩 但是在中国组建家庭以后 就肯定不能像过去那样了 我的中文很差 所以在这里很难交到朋友 孤独感就越来越强 我想出去工作 但是我的签证是探亲签证 所以我不能在这里工作 只有我丈夫一个人挣钱 他很辛苦 我却不能和他分担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很不好 2012年随着卡丘莎怀孕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 一切都不一样了 反正我可以进去长大了 结成了 你也是当翻译医生吗 对啊 医院他不懂啊 语言方面不懂 然后就是 医院嘛 邀请我亲家 过程挺艰难的 太艰难了 太糟糕了 所以说 必须得好好爱自己的老伴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叫张瑞峰 今年11岁 俄文名字叫雪撩沙 第二个孩子 叫张瑞涵 今年6岁 俄文名字叫纳斯加 这是一对漂亮的浑雪兄妹 由于身在一个双语家庭 他们从小就可以中俄语言 自由切换 中俄之间的文化不甚相同 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 体现的尤为明显 这也让张燕青和卡丘莎之间 在这个问题上 经常展开讨论 我发现孩子和他们的 爷爷奶奶在一起时 老人总会喂孩子们吃饭 这在我们俄罗斯 是不会这样的 孩子到了有能力 自己吃饭的时候 我们绝不会喂他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直接反对老人 这也让我很痛苦 我经常看到一些 中国的孩子 已经十四五岁了 家里其实很近 父母还会开车到学校去接 我也不能理解 在我们那边不会这样 孩子上了小学 就开始自己走路上学回家 你跟你的父母 跟谁更亲一些 跟我妈更亲一些 你觉得为什么 我怕因为一些工作 就有时候我说话 他都不听 我妈只要听 我就比较依赖 然后就跟我妈更亲近一些 什么都跟你妈说 但是跟你爸有时候会 会有点保留 是吗 基本上也不说 他们沟通比较多 对 他们如果说 好事上不洗了 就能去教育 孩子都感觉 紧张 这个平凡又兴趣的小家庭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自2020年起 由于疫情封控的原因 这里也成了东北地区 抗击疫情的最浅浅 隋分和口岸中断了 中国人员正常往来 整整三年的时间 依赖俄罗斯散客的小商户们 生意陷入了停滞 也让这座小城走向了低谷 张燕庆的生意不好做了 卡丘莎长期回不了俄罗斯老家 两人都陷入了悲观的情绪中 直到2023年春节过后 隋分和又重新恢复了口岸的正常运行 边境县那边的俄罗斯人 又开始涌入这个小县城 卡丘莎也得以在三年后 第一次回到家乡 乌苏里斯克 见到了许久未谋面的家人 我记得刚刚过了海关 就看到了我的姐姐 就像做梦一样非常激动 我还见到了家乡的很多亲人和朋友 那是非常快乐的一段时间 但是一个月以后 我就又开始想念丈夫和孩子 因为丈夫有工作 孩子也要上学 所以他们没有跟我一起回俄罗斯 时间久了会想家 想孩子 想这个 想我的 家人没种吗 就是说感觉不能再在身上了 快点回家 我感觉我现在的思维方式越来越中国了 回到俄罗斯和朋友们聊天 需要努力扭转到俄罗斯的思维方式 我在中国的时间长了 会想念俄罗斯的家人 朋友 环境和美食 但是回到俄罗斯不长的时间 我又开始想念我在中国的家 和中国的生活 据随分合的百姓相传 这里最初的民间编冒雏形是异货 有当地农民拉着500公斤西瓜过境 从对面换回来几十箱俄罗斯啤酒 还没回到村子就都卖光了 这样的场面 距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 如今 这里已经具备成熟的编冒体系和规则 在隋存河 像山城路这样 具有浓重俄罗斯风情的街道 在慢慢扩大 延展开来 隋分合适的山城路 是俄罗斯人最聚集的地方 这里几乎所有的店面 都是俄文招牌 俄货超市 和俄罗斯风味的餐厅酒吧 一家挨着一家 每当天黑下来 霓虹灯开始闪烁 就到了俄罗斯人的修宪时间 张燕庆一家经常来到山城路的这家俄餐厅吃饭 不仅仅因为这里有卡丘莎经常想念的俄罗斯美食 还因为一个巧合 这家餐厅的名字就叫卡丘莎 这家俄罗斯风味餐厅的老板是个中国人 名叫陈雷 初中毕业以后 在老家吉林务农了两年 因不甘心过枯燥的农村生活 刚满18岁 就随同乡一起 来到隋分合闯的 开始了在这座边境想成的生活 的确一份大串两个 那个时候俄罗斯人非常非常多 见到外宾了 感觉就是我也能接触俄罗斯人了 这种感觉 你出了以后发现 这个世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 对 有一种感觉 给俄罗斯人点菜 这是第一步 那个时候我是用了一个月 只要下班回家了 就是在那块背背单词嘛 就是可以简单地跟俄罗斯人交流了 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饭店上班的时候 在屋里很忙活 就是很忙 然后没事我透透气的时候 深呼吸一口气 我就说什么时候随和能用我自己的一片甜点 因为工作的餐厅生意很好 陈雷决定拼一把 2009年 他和父母借了钱 把自己打工的积蓄也全部拿出来 与人合伙 在随分合开了一家自己的俄罗斯餐厅 你对俄罗斯人最初的这种认识 就这个民族有什么样的特别 特别随和 他愿意跟你做成为朋友 有优点 有缺点 缺点是愿意喝酒 他不喝酒的时候 人很好 他喝多酒的时候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然后还愿意惹事 就比如吧 就是我认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朋友 他是在海山外开饭店的 但是我们之前是不认识的 然后他在我这 那次就是吃完饭就喝多了 我就感觉 他以为还在俄罗斯呢 然后他就把桌上的盘子 全给拽了 后期我打电话报警了 然后警察来了 他知道了 这是在中国 警察一来就清醒了 就很惊讶 那个眼睛瞪得很大 然后就感觉很惊讶 为什么报警了 完了怎么这是中国警察 对啊 感觉很惊讶 第二天就是醒酒的时候 他来了 然后他找我坐一会儿 就聊两天 他说昨天喝多了 不好意思 他自己也忘了 让我帮他回忆 是什么原因 然后我就给他回忆 回忆他也感觉很惊讶 然后他又跟你对不起了 说这些抱歉的话 慢慢就成为朋友了 我去学习那个俄罗斯大串 这个技术 就是他店里的 我在他家住了十几天 他很帮我 就很支持我 就是我这边说 需要什么俄罗斯的一个调料了 他打个电话 就帮我运过来 陈雷自己做老板已经14年了 从六张桌子的小店 发展成现在金银面积 200多平米的大店 在得知不久后 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将成为中国的内貌港口 他对自己的未来 更加充满信心 大环境好了 生意好做了 随分合的俄罗斯人会越来越多 他的餐厅也就越来越火 现在陈雷餐厅里的 中国两国客人 分别占到三七开 大都和他成为了朋友 这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老婆就是和他四人 您是当地人吗 我沈阳 沈阳人 是什么时候到这来的 18年 到这来的话 本来是想过点什么 过点中国贸易 杨宁今年49岁 和其他来闯荡的人不同 2018年来到随分合的时候 他是要开启自己的第二段人生 我那前我是刚离婚 我精神主婚 换过环境 18年我这10月份我就到了随分合 因为当时我看到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海产品 我想做这个海产品的生意 完了之后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认识了他 杨宁在参加随分合的朋友聚会时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Lena 那时的杨宁 因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好 并没有重新开始一段婚姻的想法 他和Lena的前几次见面 都是在众多朋友聚会的场合 也不曾特别注意过Lena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Lena已经悄悄爱上了她 她看着我喜欢我了 她追着我 那您是觉得她什么好 好看 性格好 约我一起玩啊 跳舞啊 约我去这个公园散步 而且她非常喜欢随分合 我们上随分合的各道景点去一起 因为我们都是外地人嘛 所以说在这里吧 就非常的新鲜 非常快乐 我就是喜欢黑色的头发 因为他喜欢我 我喜欢他 我们在一起都时间 天天在一起 所以如果这样要结婚 但是他还给我说了 我没有房子 我没有吃这个 就是说条件不是很好 因为我敬身出谱 我没想 没想到能找到一个媳妇 她说我们结婚吧 很惊讶 我当时我想了一下 我就很愿意 那我结婚了之后 我就好好对她 主动对杨宁发起爱情攻势的Lena 在俄罗斯老家也曾有过一段婚姻 她离婚的时候只有23岁 一直到39岁认识杨宁之前 都没有再婚过 不想结婚 因为在俄罗斯 很多男人喝酒 这样我不喜欢 就是害怕了 对 我害怕了 那到中国来认识 她就又想结婚了吗 是 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媳妇特别好 所以非常好 对我非常好 我们是12月认识的 之后4月份 4月份到沈阳去办的结婚证 沈阳的亲戚 之后看到我找到了一个俄罗斯的姑娘 之后沈阳亲戚就是家庭聚餐 欢迎她俄罗斯的媳妇到沈阳 有给她红包吗 我妈妈给了 妈妈爸爸都给了 她的妈妈给你钱 你习惯吗 不习惯 不习惯 特别不舒服 但是还是接了 就是说因为是妈妈给的 是 我只好给她 又给她了 她光钱 我到隋坟河 我没想到能找到俄罗斯的媳妇 我从那个经济上都不够 我也没想成家 之后这个俄罗斯人呢 也一定不在乎你这个 不在乎你这些东西 不要你的存款 也不要你的车 不要房 她还没有彩礼 对 这就是等于我就是来了 我就白讲个媳妇 2019年 两个本不想再进入婚姻的人 决定在隋坟河这座边境小城结婚 组建家庭 就在一个多月前 惊喜暂时来临 雷娜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是19岁结婚 23岁离了 就没有孩子 那个叫什么苏乱馆 毕后 之后我们在一起 也没有孩子 我们四年都没有孩子 之后就上月 她上月就告我她怀孕了 我非常不相信 我以为跟她不会生孩子了 她说她怀孕了 这是个惊喜 惊喜 对 我告诉了很多人 告诉了妈妈 妈妈爸爸 他们也非常高兴 这样 我也替她高兴 我替她高兴 因为啥呢 作为一个女人 如果要是没有孩子 我觉得很遗憾 我有了外国的孩子 之后她能有自己的孩子 这都是非常高兴的 我现在一件不习惯了 但是我高兴 她说不喜欢当妈妈 不过她非常高兴 还有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43岁已经 我开始了照记 现在 这对中国夫妻 正准备成为优秀的爸爸妈妈 Lena 由于签证种类的原因 不能在中国工作 自由学习美术的她 会在闲暇时进行油画创作 她徒步走遍随身河的山山水水 这里的众多美景 轮番浮现于她的笔下 Lena想在合适的时机 将这些作品变现 分担丈夫的经济压力 小城市吧 这五六万人口 民房特别纯正 对我是特别友好 我来这找商机 之后找到了俄罗斯媳妇 确实是我的福利 就挺有运气的 到这来 媳妇找了 商机现在找了 商机就更好找了 我现在我想做中药材 俄罗斯就有药材 他们不会用 它都全是药材 在那山上 我们中国还需要进口 他们俄罗斯就有 我们可以进来 牛肉 俄罗斯的牛肉非常便宜 还有俄罗斯的海鲜 俄罗斯的虾 帝王界 我就看到了很多商机 距离弗拉迪沃斯托克港 成为中国内貌 中转口岸的日子 越来越近 这对杨宁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货物不必再像过去一样 由俄罗斯取到大连港 再绕回黑龙江 这将让他的生意 比之前节约 可观的物流时间和费用 他的干劲越来越足 想尽早为即将出生的孩子 创造一个富裕的家庭环境 在隋分河 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寻梦 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穿梭于两国的边境线 无论是蓝眼睛还是黑眼睛 白皮肤还是黄皮肤 他们在这座边境小城中 彼此交集 融合 也把未来托付给了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